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和历程表 供电 显示 好 我们下一步把那个ACC加上 地表自检 过了大概15秒钟 警告响起这个是业位不足 好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我手绘的电路图 根据定义可知 由第二角 来检测业位不足信号 我们直接把C67短接 直接接地 让它不再提示 第一角 第二角 C67 这个给它短接到D 好 不再提示 来处理车速与转速电路 车速 电瓶功电瓶是12V 进过256 我们把这个256去掉 减掉上拉 然后车转速表 没有上拉 我实测之后 也是没有高电瓶 所以说可以接入 直接接到这个两个 相样的端点 找到这两个点 第一个是R279 R279的点 R279的点是在这边 R279 在这儿 R279的点 还有一个是R281的点 R281这个点 我们找两个点 合出两个线 好 下面连接好Arduino 然后我选择好 你的板子 UO 然后我找到 转速表和速度表 在这里 这个是转速表 这是车速表 我认识是第九角和第四角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第九角和第四角 好 我们保存 上传 点击好线 这部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反复确认 银角没有12伏高压 这个R56得移掉 得去掉 这个R56已经去掉了 已经砸下去了 所以说它已经没有 12伏的高压了 三面积的银角 承受的电压是5伏 这个仪表的电压是12伏 所以它很容易烧 一定要注意 这部一定要检查好 好 连接好了之后 我们进入 SIM Hub 的仪表 仪表页 我们点入高级测试 因为我这个表盘 最大的是7000 我们这个设置乘7 7000段 然后打到高级设定 我们测试一下 现在是零 我们点一下1000 一般会跑到1000 点2000 一般会跑到2000 回零 我们来看一看我刚才说的 那个问题 我们装转术架到1000 2000 3000 3000 4000 好 现在出报警提示了 因为你已经达到4000 那高速了 那个机油的油压还没上来 是否它会提示错误 我们改的应该是25角高油压 并不是低油压 现在我把它改好了 25角 28 27 26 25 我们把这个C66 给它短路 让我们来测试一下 现在是1000转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好了 回到3000转 好 下面我们进入车速表页 当然有很多细节效准 我们先做测试 先不效准 有测试最小值和最大值 测试一下表面动不动 先点下最大值 最大 然后最小值 最小值没效准 大概20 回零 一会让它一起了 就 opt길 yacht 到底观众 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